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安妮星球 我是安妮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題目是 未來三個月 你在工作上會遇到什麼卡關的問題 今天我們是特別企劃 是跟優樂方精油合作 接下來會有四個選擇 你可以憑感覺選出一個 你最喜歡的選項 A的選擇是蠟橘 蠟橘又稱為義大利永久化 因為它具有緊緻肌膚 延緩衰老的功能 在美容界備受關注 成為近年最受矚目的精油之一 B的選擇是薰衣草 薰衣草是優樂方最引以為傲的經典產品 在美國由它周圍 法國普羅旺世界擁有最大的薰衣草農場 薰衣草的芬芳香氣 能夠讓人感到平靜舒緩 降低緊張的情緒 我個人在使用後覺得睡眠品質能夠得到提升 C的選擇是皇家夏威夷檀香 皇家夏威夷檀香這個氣味是厚實沉淨 由於採集跟提取不易 是相當珍貴的精油品項之一 可將集容稀釋後加入護膚品塗抹 以舒緩肌膚安撫肌膚的不適 D的選擇是玉檸檬 使用的原料來自於台灣屏東的純淨農場 玉檸檬的精油氣味是略帶酸甜 具有層次感 稀釋後使用於護膚品可以柔軟老化肌膚 讓膚質恢復緊實嫩白 也可平衡肌膚油脂分泌散發迷人光彩 那還沒選好的朋友可以在這邊選擇先按暫停喔 選到A的朋友呢抽到的液晶牌是脆掛的第二羊 這張牌在講是說在未來三個月你的工作量是加倍的 但薪水可能不會被提升 往好的方向去想呢代表是說你的能力被看見了 所以上市交付給你更多的困難 所以相對而言呢你會變成事情非常的多 所以會建議你要調整你的時間分配 不然就會變成一昧達成別人的期待 把自己搞得非常疲憊 所以選到A的朋友會建議可以隨身攜帶蠟脂精油 能夠促進自己的思緒是清晰的喔 選到第二張牌呢你們抽到的液晶掛是比掛的第二羊 在這個牌講說未來三個月內你們的工作狀況 是屬於比較戰戰經營的感覺 有很多的小改變都會讓你感到比較不安 再加上目前的工作付出比較沒有辦法馬上感到收穫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講的是說你可能會抓不到你的主管心思是什麼 但建議你只要維持工作現況就好了 那在這麼戰戰經營的生活中 使用薰衣草精油可以讓你感到平靜舒緩 降低緊張的情緒對於心理狀態亦有極大的幫助 讓身心裡處於在一個平和穩定的狀態 那選到C的選擇呢你們抽到的液晶牌是萌掛的第三羊 這個掛像呢有兩個狀態 第一個狀態講的是說你在未來三個月的工作裡面 你是找不到自己價值可是又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換工作 會一直呈現在一個負面情緒很多的情況 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是目前工作到底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那第二個情況講的是說目前工作已經超出你的能力範圍了 所以要懂得公通才不會讓你身心裡呈現在一個匱乏的狀態 因此選到這樣的選項的朋友呢能夠使用檀香精油 能夠提升你的心靈素質 為你帶來清爽醫生平靜的精神能量 所以選到第一個選擇呢你們抽到的牌是未記的第四羊 在後來三個月會遇到比較棘手的問題 第一個狀況在講的是說可能是人手不足 第二個狀況在講的是說你目前處理的事情它本來就有問題存在 不過不要陷入覺得自我不好的情況 但需要做好一個新準備是未來三個月 你在處理的事情會一改再改或是重新再來過 不過以這個掛箱來看那跟你講的是說 你只要勇往直前就能夠解決目前的問題跟事情囉 所以選到這個選擇的朋友 當你感到情緒自熱煩躁時 可以使用這款玉檸檬精油 可以帶給你清新的感受 幫助你澄清思緒舒展郁潔的身心喔 那體驗解析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的朋友歡迎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安妮星球下週見囉 掰掰